可能有些人在公园健身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老年人练习蹲墙弓 蹲墙弓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弓法 既可以锻炼我们的腰腿 增强力量、增强稳定性 还能够对我们身体的前后两侧进行拉伸 像身体前侧的韧脉和我们背部的督脉 以及督脉两侧的膀胱筋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健韵 再就是我们的整根脊柱 在练习的过程中也可以得到放松锻炼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养生功法 但是蹲墙弓有一定的难度 很多人并不可以轻松地完成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更简单一些的动作 咱们准备一张瑜伽垫 在地上去练习就可以了 虽然说这个动作不能够增强我们腰腿的力量 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前后两侧的拉伸 包括我们的燕窝两斜部位的拉伸锻炼 要比咱们的蹲墙弓更好一些 尤其是对我们整根脊柱 能够进行一个竹节打开 放松 这么一个锻炼 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分享演示一下 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 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受益 首先咱们准备一张瑜伽垫 我们双腿双脚并拢 跪在瑜伽垫上 脚背贴实垫面 臀部往后坐 坐到脚跟上 身体前腐 双手用力往前伸直 尽量去触摸到一个我们所能触及的最远端 注意 双手要打开的比我们的肩膀略宽一些 以免影响到我们后面动态练习的时候 肩膀过不去 然后将额头点地 对我们的背部 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拉伸 我们在这里调整二到三个呼吸 然后做动态的练习 首先 吸气往前 注意 鼻尖要贴着垫子走 感受我们的脊柱被竹节打开 一直伸直我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往上反攻的练习 注意在往上反攻的时候 不要耸肩 我们呼气 这个动作 要做到极致 保持一到两秒 然后吸气下放 再次呼气还原到初始的位置 我们要原路返回 鼻夹贴着垫子走 注意在往前的时候 是先动我们的颈椎部位 感受我们颈椎部位的关节 一直往后被竹节的锻炼 然后呼气往上 这里为什么呼气呢 其实我们呼气可以减小负压 不会对我们的腰椎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然后吸气往下 那么在往后推的时候 我们是先将臀部往上 从尾骨的部位开始锻炼 呼气往后推 以上这个动作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呼吸与动作的配合 再有就是 我们要保证每个动作 都做到位 做标准 这个动作 对我们身体前后两侧的拉伸 要比咱们的蹲墙弓 更好一些 尤其是我们在往上 做反攻的时候 对我们整根脊柱的锻炼 是蹲墙弓不能给予的 那么这个动作 其实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灵蛇出洞 重在一个灵字 它是对我们身体 一个很好的放松 灵活的锻炼 我们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 每天练习3到5组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呢 再给大家分享4个 可以很好的保健 我们整个腹骨沟的方法 腹骨沟 是连接我们大腿和腹部的重要区域 有很多的经络 血管和淋巴 与泌尿和生殖功能密切相关 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而言 非常的重要 然而咱们现代人 多以久坐为主 长时间的久坐不运动 我们腹骨沟区域 就处于一个被挤压的状态 长此以往 就很容易发生经络淤堵 所以说 对于咱们现代人而言 保健我们的腹骨沟 显得格外的重要 接下来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个方法 咱们这几个动作 躺着就能够练习 所以说 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 也非常的友好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 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分享给自己的父母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跟着视频一起来做一做 做完以后 咱们也能够更好的进入睡眠 练习之前 换上一身比较宽松的衣服 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来练习 接下来我演示一下 首先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将双手这样重叠 放于我们的肚脐神雀穴的部位 然后将双脚脚心相对 脚跟对准我们会阴穴的方向 然后我们随着吸气 将脚跟靠近我们会阴的方向 这个过程我们 要加上一个提纲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加段大小便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伴随呼气 还原 同时放松我们的肛门 这样反复地练习 吸气 呼气 吸气提肛 靠近我们会阴穴 呼气 放松 这样反复地练习20次为一组 每天练习三组 注意 在练习的时候 用鼻吸口呼 两个膝盖要尽可能地放松下沉 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是第二个动作 先将双腿往前平伸 双腿并拢 屈双膝 将脚跟靠近我们臀部的方向 然后将两个膝盖 往两侧这样打开放松 这样打开之后 可以拉伸我们腹骨勾区域 包括我们的大腿内侧 我们还要做一个动态的练习 就是打开 合 打开 合 注意我们在往内合的时候 双腿这样做一下撞击 震铲 更加有助于我们气血的循环 每次20到30次为一组 每天练习三组 这是第二个方法 然后第三个方法 将脚心相对 尽可能静地去靠近我们会阴穴的方向 然后膝盖自然下沉 感受我们腹骨勾和大腿内侧的一个拉伸 紧绷的感觉 然后双手成空心掌 对准我们腹骨勾区域做一个拍打 力度咱们自己掌握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每次我们可以这样拍打7749下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刺激我们腹钩区的两个学位 气冲学和冲门学 对于保健男性的前列线而言 非常不错 像一些女同志月经不调的问题 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在今期一千万不要这样拍 拍打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其实是对我们整个腹骨勾区域 进行一个按摩 我们用到的是我们四根手指 指腹的部位对准我们腹骨勾区域 这样进行一个按揉 注意二揉的时候 这个范围尽可能的大一些 尽可能把整个区域都给揉到 每次可以揉三到五分钟 揉完以后 你会感觉这个区域微微发热 有一点点发麻 非常的舒服 那么以上四个动作做完之后 咱们将双腿伸直 我们这个时候会感觉到身体的一个空前的放松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入睡眠了 以上四个保健腹骨勾的方法 非常简单 躺着就能够练习 学会的朋友 可以每天晚上坚持去做一做 做完以后 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我们也能够更好的进入睡眠的状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学会的朋友 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做 长期坚持做 一定会有很好效果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咱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